6月份,美国发布了雄心勃勃的锂电池国家蓝图 建制新能源电池,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结果,这份报告的内容很多机构和专家傻眼了 在报告里,他们不仅提出了清晰的技术发展方向 还要在未来十年保持美国电池的领先优势,野心十足 但是很多机构和专家都在质疑美国 认为他们是迷之自信 这么评价确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美国锂电池企业实在是拿不出手 在2020年全球动力电池企业装机量排行榜的前十名里 中国企业上榜了6家 友宁德时代,比亚迪,中行理电,远景,高科,亦伟 剩下的被日韩瓜分了 排名前十都被东亚三强分了 并且还占了动力电池92%以上的市场份额 而美国国内没有一家理电池独角兽 他们的产能极度依赖东亚 仅中国一个国家 美国就在2020年花了24亿美元来进口理电池 可以说,美国除了特斯拉在整机方面有一点优势 在理资源布局,电池的制造能力,人才储备等方面均落后于日韩 更不要说欧洲和理电的霸主,中国了 所以很多专家都评价 美国说要保持领先优势 就和他们一直争夺5G领先优势一样 的确属于迷之自信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落后这么多 为何还花这么大力气布局理电池呢 中国理电池的地位真的稳了吗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理电池市场太大了 事实上,理电池的赛道其实才刚刚走完第一阶段 在未来,全球理电池市场还将增长5到10倍 这是什么概念呢 做个对比大家知道了 2020年,全球理电池市场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 如果增长5倍 那么理电池的市场将超过万亿元级别 如果增长到10倍 那么理电池市场份额将达到恐怖的2万亿元人民币 这已经是和芯片产业持平了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万亿产值的行业都是一块超级大蛋糕 以前这块蛋糕大部分都被中国企业分走了 2020年时,中国理电池为我们挣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外汇 到了2021年则更进一步 仅仅前四个月 美国和欧洲有一半理电池依赖中国进口 其次还有韩国、日本、印度等等国家 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口中国的理电池 中国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全球的电池市场 这种结果对于我们而言肯定是值得骄傲的 但是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 那感受与我们则是完全相反的 站在美国的角度 这么大的市场 他们能不行动吗 答案肯定是不能呀 6月份时 美国能源部部长邀请美国排名前6的电池厂家 进行了作单会 在会上 他表示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的市场 将达到23万亿美元 如果放弃这个市场 将会损失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以前他们放弃了制造业 放弃了处于新能源的锂电池的赛道 结果中国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现在美国看着这块蛋糕是越来越大 特别吃的最多的还是中国食 心里肯定不好受 所以就开始抄起中国的作业 用一系列政策和补贴 来引导美国新能源产业 希望在未来能反抄中国 而且抱有类似的想法 还有欧盟 日韩 乃至印度 于是 锂电池大战的下半场已经爆发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场锂电池争夺战该怎么打呢 其实说来大家可能不信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抄中国作业 抱团取暖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完善时 就通过政策引导加补贴 硬生生的把美国和日本 都还没搞起来的纯电动汽车 推向了世界主流 一开始 他们并不看好这种模式 但是中国通过这种模式 做大做强之后 他们就坐不住了 这可不是我随便说说的 我们只要看看各国 是如何布局电池产业的 就知道了 以动作最大的美国为例 2021年2月 拜登一上任就签署了 调整重要零部件供应链的总统令 其中包括了半导体 电池 稀土等四个重点项目 而且他还特别强调 不能在供应链上依赖不符合 美国利益的外国企业 很显然 这个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要求 就是针对中国电池产业来的 三月份时 在这个基础之上 拜登再次抄起了中国的作业 也提出了2万亿美元的极限计划 其中就包括多项电动车扶持计划 比如 1000亿美元的购车补贴 150亿美元的充电桩建设 450亿美元的电池工厂和校车等补贴 以及140亿美元的零部件工厂补贴 总计1700多亿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达到了1万多亿 拜登借鉴了中国的模式 以及用更大的方案来刺激 美国落后的电池产业 这还没完啊 你光有钱补贴 要是没人打头证也不行啊 于是六月份时 美国能源部 国防部 商务部 国务业四部门罕见地联合了起来 组建了联邦先进电池联盟 FCAB 之所以说罕见 是因为美国一向标榜的是自由经济 他们在科技领先时 往往会强调让市场来做导向 然后借此批评其他国家的补贴政策 但是一旦自己的科技处于落后时 就会立刻抛弃市场经济 反过来用政策来引导产业 甚至用国内法律将威胁扼杀在摇篮里 比如日本和德国就曾经被迫签下了协议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组建的联盟也是起到关键性作用 FCAB地份报告就是发布了 上面说的锂电池国家蓝图 他们强调不能依赖东亚国家 然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 包括产业优势的分析 然后给出具体的超越方向 甚至封锁相关的电池技术 目的都是为了让美国重新领导电池行业 有了这份蓝图 美国电池产业就有了目标 同月底 美国能源部部长格兰霍姆 就将七家国内电池企业的CEO拉在一起 搞了个援助会议 告诉他们 中国是唯一掌握新能源全供应链的国家 而美国没有 我们不能白白错过这样的机遇 在会议上他宣布 将为17个国家实验室 能源部合作伙伴以及电池企业 提供数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目的就是摆脱对亚洲 对中国锂电池的依赖 等一切准备涂档后 拜登又在8月份正式提出了 发展电动车行业的具体目标 在2030年 美国电动车的销量 要达到新车销量的50% 福特 通用等国际汽车巨头 都是补贴的对象 这个计划还吸引了大众 日本丰田等世界汽车巨头 一场有战略 有资金 有人员参与的大战略 在美国续续铺开 锂电池大战进入了白日化阶段 实际上 美国压住电池产业 是全球对于电池产业高投入的缩影 欧日韩一点也不比美国做多少 2017年时 欧盟成立欧洲电池联盟 兴建欧洲自己的超级电池工厂 目的就是 追赶上中日韩的电池产能 2021年1月份时 欧盟又批准了第二个欧洲电池联盟 欧洲电池创新 这个项目总投资29亿欧元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12个成员国 都获得了补贴电池的产业许可 涉及到资源开采 电池制造和回收等整个生产链 共有特斯拉 德国大众等在内42家公司 他们的目的非常直白 就是在2030年不再依赖中国 乃至亚洲的供应链 时至今日 欧洲已经建设和正在建设的超级电池工厂 达到了38座之多 预计在2030年时 将现有电池产能增加10多倍 同样组建电池联盟的还有日本 2020年5月 日本成立了电池供应链协会 有55家日本企业成员 囊括了整车制造 电池材料等一整个供应链 类似的政策还有韩国 印度等等 锂电池大战 堪称全球斗法各显神通 只要有实力 有野心的国家 基本都入了局 就连印度都开始着手研发固态锂电池 在这个全球斗法中 中国作为锂电池的龙头老大 必然处于战火最猛烈的地方 甚至被围攻也不奇怪 那么这场锂电池大战 到底要怎么打 这些国家又在争夺什么 他们又该如何绕过 中国强势的锂电池产业呢 其实答案只有一个 万导超车 说到万导超车 我相信很多人会不屑一顾 但先别急着反驳 我们不妨先看完再说 电池行业其实是比较特殊的 它的核心是原材料 而且处于不断的技术抵袋中 万导超车并不罕见 中国自己就是最佳的例子 在2000年左右 中国在新能源赛道上 选择的路线并不是锂电池 而是聂氢电池 因为锂电池毅然易爆 在当时是个技术难题 聂氢电池就成了主流的选择 在聂氢电池上 中国是落后其他国家的 所以在15计划期间 中国对聂氢电池的研发投入非常大 远远超过了对锂电池的投资 一气奔腾 上气人微 奇瑞长安等混合动力汽车 用的都是聂氢电池 这种情况持续到了十一五计划 世界各国的汽车巨头 几乎都在做锂电池的研究 中国挣扎了几年 这才压住锂电池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锂电池产业的辉煌 所以锂电池从来都不是 新能源电池的最好选择 而是当下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在未来还有很多的方向和材料 等待突破 欧盟日本等联盟制定了三条不同的路线 分别是固态锂电池 其他离子电池 以及电容器 几乎每一条都建制万道超车 那为什么是这三条路线呢 我们看一下锂电池的缺陷就清楚了 锂电池的结构是正负极 以及电解液和隔膜等组件 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依靠锂离子 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移动来实现充放电 由于电解液的存在 锂离子的移动就像游泳一样 充放电速度没办法提升起来 想要提高效率 就需要提高温度或者能量密度 但是电解液有易燃高温下不稳定等性质 有发生电池热失控的可能 一旦发生泄漏 就是自燃甚至自爆的惨剧 纯电动汽车推广之所以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就是电池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易燃易爆 充电脉 以及里程焦率这三个短板上 这些问题其实是锂电池本身的问题 针对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缺陷问题 下一代电池的三个方向 其实都可以解决 我们先说下固态电池 固态电池大家都很熟悉了 虽然还是在锂电池的赛道上 但是在技术上也是属于弯道超车 它与普通锂电池的差别主要是电解质 将原来的液态换成了固态 这里的电解质一般是玻璃 陶瓷等材料做成的 能量密度大 而且耐腐蚀 耐高温 不燃烧 在同等体积下 固态锂电池能量密度是液态锂电池的两倍 里程数可以与燃油车相比 更关键的是安全性有保证 在技术上 固态锂电池是三条路线中最容易实现的 很多企业都已经在研发 甚至已经研发成功了 比如中国宁德时代 比亚迪 日本松下丰田 韩国三星SKI 欧洲大众宝马 美国福特通用等等企业 都在布局固态锂电池 有些甚至已经试产了 预计五年时间内就可以商用了 然后是第二条路线 其他离子电池 这类电池与锂离子电池的功能相似 都是通过离子移动来实现工作的 只是材料和结构换了一下 但是性能的提升却非常显著 比较典型的就是锂离子电池 它的能量密度是锂离子电池的三倍以上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 而且由于锂离子电池的材料 用的是三维石墨 有很好的导电性 可以缩短充电时间 前段时间 印度研发的固态锂离子电池 冲上热搜 就是这一款 根据他们的数据 12分钟就可以充满 一次续航超过1200公里 但鉴于三哥的尿性 我们持谨慎态度 但是一个还没有商用的锂离子电池 能引爆网络 也可以看出它的前景有多好 至于第三条路线则是电容器 电容器可能很多人非常陌生 但是从事电子和电工行业的 却非常了解 它是这样的 如果画了一张图 大家会更清楚一点 没错 看到组装电脑的都知道 这个凸起的东西就是电容器 它的作用非常多 其中有一个就是储存能量 可以当做电池来使用 甚至性能比电池还好得多得多 它可以用很小的体积 就能充入大量的能量 功率比例电池大了10倍 充电时间只需几十秒 而且使用寿命长 即使充放电百万次 也不会烈化 是纯电动汽车 比较理想的选择之一 唯一的缺点是 能量密度还不够 在高温下不稳定 需要研究新的材料 这三条路线优缺点明显 很难说哪个会是未来的选择 而且难度一个比一个大 但是只要攻克了其中一个 就能在未来 新能源市场中占领之高点 所以各个国家和车企 都在不断地投入 强占先挖优势 你看这三条路线 有短期目标 也有长期目标 可以说就是瞄准锂电池的缺点制定的 那么终极问题来了 中国还能hold得住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 电池大战就像吃鸡游戏 大家都在跑读 中国一开始跑得比较快 现在范围越来越小 遇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在新能源电池上 其实赛道是很长的 不仅要考虑电池本身 还要考虑上下游的应用等等 一般产业将它划分为四块 第一块是上游的资源板块 也就是矿产资源 不论是锂离子还是其他离子 都需要从矿产中开采 目前这块的主角是中国与美国 中国在非洲收购了很多大型的矿坑 而且还收购了很多矿产企业 包括美国 巴西 加拿大 乃至澳大利亚等 第二块是电池本身 也就是三大路线 在固态锂离子上 日本与德国都有明确的时间表 占有领先优势 而中国也在加紧布局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马成教授就攻克了 氯化物固态电解质的难题 性能更加优质 但是需要商业化 至于铝离子电池与超级电容器 中国也是有布局的 特别是在超级电容器上 中国的石墨锡技术领先全球 优势比较明显 第三个板块是下游的整车制造 由于是最接近消费者的 这个板块是真正的全球动法 在纯电动汽车的新势力上 中国占有绝对的领先优势 目前又有最完整的供应链 这一点啊 看看特斯拉在中国的供应商就知道了 未来上海特斯拉超级工产的供应链 将实现百分百国产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保持领先 量大不代表技术就更强 美国特斯拉在整车制造的速度和智能化上 依旧领先于中国整车厂 而且我们的后面有德国 日本的鞠车企在积极转型 预测未来会受到更大的挑战 第四个板块是人才 是的 你没看错啊 人才才是至关重要的 不管你研发多先进 供应链多齐全 你都需要工程师把这些研究成果给造出来 而这方面 中国也是占优势的 中国有世界上数量最多 素质最高 爆发力最强的技术工程师群体 这点并不是我乱吹啊 特斯拉的产能在美国花了几年都解决不了 但是在中国 几个月就完成了 马斯克甚至发推特说 中国的速度比美国快一百倍 所以你看啊 锂电池就是一个全球斗法的领域 我们跑得快 但是别人也追得快 未来如何 尚未可知 我们站在高处 面对一群追赶者 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博光而约举 后激而博发 是我们在电动汽车领域努力的成果 夜景于晴 黄鱼西 是我们未来需要继续保持前进的动力 加油吧 少年们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